我们选择法门 真正不容易 搞了这么多年 才搞清楚 搞明白了 选择法门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根性 自己的能力 能够接受 没有妨碍 这才得利 如果我们选择的法门 自己的智慧能力都做不到 这不会成就 所以我的老师 李宾南老师 我很感激他 我跟他学习的时候 我三十一岁 他劝我修净土法门 应该是有十几次 我都没有接受 年轻 好高五远 喜欢光学多文 对于大乘经论 喜欢 偏好 在这个里头下料 也有几十年的功夫 有没有收获 说实在话 没有 为什么呢 没有界定会 那我们的收获 那我们的收获是知识 不是智慧 现在知道错了 到晚年才回头 我学佛六十多年 三十年以后才回头 才肯定 净土法门 虽然回头了 还是有习气 习气不出案了 还是什么东西都想多看看 这就是毛病习气 这习气很重 现在人家不敢了 年岁太大了 87岁了 明年就88了 这还有几年 这不知道 时间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不够用了 祝安心念佛吧 老十年佛吧 其他都放下了 真正开始想到 要真放下 不能搞假的了 八十以后的事情 那要没有这么长的寿命的时候 就没办法了 往生靠不住 怕一生空苦 所以万年 把什么经教全放下了 专讲无量手机 专念阿弥陀佛 这是责法 精进修筑道法 无忧检查 逐渡胀掉 逐渐的 逐渐的 逐渐成 逐游洲世界法 都放下了 多少人告诉我 这个世间社会这么乱的 不能不救啊 不能不关怀啊 说的很有道理 怎么个救法 现在我完全懂了 完全明白了 经现在说法 就是救这个世界 我们每天讲近四个小时 为什么 劝导有缘的同修 什么是有缘的同修呢 他肯打开他的电视频道 他肯收我们的网络的网址 这就是有缘众生 这些有缘众生 我们天天在一起分享 天天在一起劝导大家 这就是拯救世界 希望我们有缘同修 同修要回头啊 我们不再搞自私自利了 不再搞明文立养了 不再搞气情无欲了 不再搞贪嗔痴慢了 统统放下 社会上能放下的人也多 这个社会的缘众生 这个社会的人物就清了 社会这些污烟瘴气就淡了 灾难就少了 这是我们真正在看 感谢观看